主料,鸡肉300克,辅量,油,盐,彩椒,黑芝麻,花生酱,蚝油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煮熟的鸡块捞出,拆去骨头,把鸡肉放入盘中,碗中放入蚝油和生抽,然后放入花生酱和黑芝麻搅拌均匀,再分次加入凉开水,搅拌成浓稠的糊状, 把搅拌好的酱料浇在鸡肉上,再点缀上彩椒和香菜,拌匀即可,烹饭技巧,花生酱也可以掉换成芝麻酱,也可以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